银河帝国 十一 曙光中的机器人 第十七集 培莱觉得自己越来越变才无碍 一时之间他甚至想象自己是在对调查委员会发表演说 地球啊 不 奥罗拉呀 你到底有什么理由要毁掉自己的作品呢 你绞尽脑汁创造了奇迹 又为何要亲手将他杀死呢 法斯托夫看起来又有点被逗乐了 哎 北来先生 你对整个背景一无所知 你又怎么知道我的理论是绞尽脑汁所创造的奇迹呢 也许他只是某条方程式的一种直接了当的应用 任何人都做得到 只不过在我之前谁也懒得做这件非常无聊的工作而已 我可不这么想 法斯托夫 法斯托夫摇了摇头 不 我不否认这一点 但是 北来先生 他的表情变得比刚才都来得严峻 你的精辟分析 只能帮倒忙 他会把我们自己逼到绝境 我们已经断定 在这件案子中 我是唯一既有方法又有机会的嫌犯 但无巧不巧 也只有我才拥有动机 再好不过的动机 而我的敌人心智肚明 所以说 不管你是喊地球啊 奥罗拉呀 或是任何星球啊 到底我们要如何证明 凶手不是我呀 贝勒气得整张脸皱成一团 他快步走到房间的一角 仿佛想要寻找一个藏身之处 然后又猛然转身 厉声说道 法斯托夫博士 我觉得 你好像故意在整我 寻我开心啊 法斯托夫 耸了耸肩 我并非寻你开心 只是把问题 谈在你的面前而已 可怜的真的 他的死因纯属意外 只是随机的正字 飘移罢了 因为我知道自己和这件事毫无关系 所以我知道一定就是这个原因 然而他人都无法确定 我是无辜的 而且所有的间接证据都对我不利 我们必须定出应对之道 绝不能闪躲这个问题 好吧 那么 我们来审视一下 你的动机 首先 你自认的那个 强烈动机 搞不好 根本不算什么 这点我不敢苟同 贝勒先生 我并不是傻子 你或许 根本无法认清自己 连带 无法认清你心目中的动机 这是常有的事 你有可能当局者迷 自己在鸡蛋里挑骨头 我可不这么想 那就把你所谓的动机告诉我 到底是什么呢 告诉我 别急 贝勒先生 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解释的 你能不能跟我出去一趟 贝勒 迅速转头 望向窗外 什么 出去 到户外 此时 太阳 斜斜地挂在天际 室内因此灌入更多的阳光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 纯粹是为了壮胆 刻意提高音量 说道 好啊 我愿意 太好了 然后 法斯托夫又亲切地补充了一句 但或许你想先去一趟卫生间 贝勒想了想 虽然自己并不觉得很急 可是 他不知道要出去做什么 会待上多久 以及户外 到底有没有卫生间之类的设备 更重要的是 他并不清楚奥罗拉这方面的习俗 也不记得当初在宇宙飞船上 临阵磨枪时 读过任何相关的记载 因此 也许最安全的办法就是 接受主人的建议 谢谢你 如果不麻烦的话 他说 法斯托夫 法斯托夫 我和法斯托夫博士说话时 冷落了你 那并没有什么 那并没有什么不对 一连伙伴 我虽然有问必答 但我并未受邀加入这场讨论 所以没有多说话 要不是我觉得 必须谨守客人的分寸 丹尼尔 我一定会邀请你加入讨论的 我只是认为 或许自己不该主动提这种事 我了解 这里 就是访客卫生间 一连伙伴 只要里面没有人 你碰一下这扇门的任何地方 它都会打开 卑雷并未立刻进去 他若有所思地顿了顿 然后说道 如果刚才 我邀请你加入讨论 丹尼尔 你有没有什么 想说的话呢 有没有任何 想发表的意见 我很重视你的看法 老朋友 丹尼尔 以惯有的严肃态度达到 我唯一想说的是 法斯托夫博士宣称 他有终结詹德运作的 极佳动机 这点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想不出 那会是什么样的动机 然而 不论他的动机 为何 或许你该问问他 为什么对我 就没有这样的动机 如果别人相信 他的确有 冻结詹德心智的动机 那同样的动机 为何不适用于我 我很想知道答案 北雷 以锐利的目光 望着对方 下意识地 想从这张 不会失控的脸孔中 看出一丝表情 你觉得 不安全吗 丹尼尔 你觉得 法斯托夫 对你有威胁吗 根据第三法则 我必须保护自己 但是 如果法斯托夫博士 或任何一个人类 在深思之后 认为 确有必要 把我终结 我也绝不会反抗 那是第二法则 对我的要求 然而 我知道自己 是个珍贵的资产 一来 我有科学上的重要性 二来 我代表着人力 物力 和时间的重大投资 因此 如果你要终结我的运作 必须对我详细解释 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 就算法斯托夫博士 心里 真有这种想法 我也从未在他的言谈之中 听出任何端倪 从来没有 一连伙伴 我自己并不相信 他心中 有一丝一毫的 想要终结我 或者是詹德的念头 随机正子飘移 一定就是詹德的死因 或许哪天 这种事 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在我们的宇宙中 总是有这个机会的 你这么讲 法斯托夫也这么讲 而我也愿意这么相信 但困难在于 如何说服一般民众 接受这个观点 贝勒沉着脸 转身 面向卫生间 随口问了一句 你要跟我一起进去吗 丹尼尔努力挤出一个被斗勒的表情 你把我视为人类 到了这个程度 一辆伙伴 我感到很荣幸 不过我当然没这个需要 我当然知道 但你还是可以进来啊 我不方便进去 根据习俗 机器人不该进卫生间 这种房间是专为人类设计的 何况这还是个单人卫生间 单人 贝勒愣了一下子 然而很快便恢复正常 真是一个世界 一种习俗 不过 他不记得曾在胶卷书上 读到过这个特定的习俗 怪不得你刚才说 只要里面没有人 我就可以把门打开 那假如 里面有人 例如我进去了之后 那又会如何呢 当然 那时为了保护你的隐私 从外面 门就打不开了 但另一方面 你自然可以从里面开门出来 那万一 要是某位访客 在里面昏倒了 中风了 或者是心脏病发作了 因而不能把门打开 那岁不就 那岁不就无法进去救他了 如果真有必要 可以采用紧急措施来开门 一连伙伴 你是不是认为 会发生这种事啊 不 不 当然没有 我只是 好奇而已 我会紧紧守在门外的 万一听见呼叫 一连伙伴 我便会采取行动 丹尼尔显得如临大敌 啊 我不幸会发生那种事 贝勒用手背 随便轻轻地碰了碰 那扇门果然 立刻打开 他等了一下子 确定门并为自己合起来 这才走了进去 随手 关上了门 当那扇门开着的时候 这似乎是个标准的卫生间 里面有一个洗手台 一个小隔间 其中想必设有淋浴装置 一个浴缸 一扇半透明的矮门 后面八成是马桶 此外 还有几样 他认不太出来的装置 但他假设 应该都和个人卫生有关 他还来不及研究 这些装置的用途 他们竟然 就通通的不见了 令贝勒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 这些装置到底是真实的存在吗 或者 他只是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由于没有窗户 随着那扇门慢慢合起 整个房间逐渐暗了下来 等到门整个关上 室内又重新大放光明 但周遭的一切 却都走了样 他突然置身于白昼的户外 或者说看起来如此 头上是广阔的天空 点缀着足以乱真的 朵朵白云 但云朵的运动稍显规律 因而能一眼看出真假 四面八方则是一望无际的田野 而且同样呈现出 类似的往复运动 卑莱觉得腹部又开始打结了 每当来到户外 都会出现这种熟悉的感觉 但他现在并非置身户外 刚才他明明走进了一间 没有窗户的房间 这一切想必只是光线的魔术罢了 他直视着前方 慢慢地划开脚步 他将双手举在面前 一面慢慢走 一面仔细地张望 摸到了光滑的墙壁之后 他便沿着墙面 左右各走了一趟 不久 他的双手终于触碰到了 起初见到的那个洗脸台 而且借着触觉的帮助 他的眼睛也看得见他了 在强烈的光影幻觉中 他显得隐隐约约的 轮廓极为模糊 他随即找到了水龙头 但是开口处没有半滴水 他沿着水龙头的弧线向后摸 却找不到任何可以控制水流的把手 或者开关 但在附近的墙壁上 他倒是摸到了一块触感不同的长条曲 于是他抱着姑且一世的心态 轻轻地按了按 下一刻 看似无边无际的田野 范围远远超过他摸到的那面墙 便裂开了一条缝 一道水流如瀑布般从天而降 一路冲向他的脚步 并且带起一声巨响 贝勒吃了一惊 自然而然地向后一跳 没想到水滴并没有真正落地 而是消失在了半空之中 换言之 虽然水流从未停止 却始终没有流到地板上 他伸出手来 才发现那根本不是水 只是一种光影的幻象 他的手并没有湿 也没有任何感觉 但他的双眼仍拒绝承认这个事实 因为他明明看到了水 他顺着那道水流向上找 最后终于摸到了真正的水 从水龙头慢慢地流出来 水量不大 而且很冷 他再度摸索到了那个长条的区域 开始按来按去做些实验 水温果真迅速地改变 没多久 他便找到了一个不冷不热的 适当的温度 但他一直未曾找到肥皂 只好有点勉强地在这股清泉中揉搓着双手 看起来他让这股泉水从头淋到脚 实则他根本没有被淋湿 结果这个装置仿佛是能够感知他的心意 不过更可能是受到搓手动作的触发 他觉得双手逐渐有了滑腻感 那股似有若无的泉水 也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泡沫 他又勉勉强强地弯下腰 用那股肥皂水洗了洗脸 虽然摸到了胡茬 可是他心知肚明 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 自己是不可能从这个房间里 变出一把刮胡刀来的